今天又找了一个新的吊点 我一般节假热的时候 我会稍微跑远一点 因为靠近的吊点的人都特别多 这个河道很窄 还是准备了新鲜玉米 还是想用玉米来吊 如果说有边雨和翘嘴钓的话 我是不太想钓这个鸡鱼的 先用玉米调的试一下 如果说不行的话 我们再来换人料 注意啊 我勾了 你约什么东西啊 纪米是你啊 啊 鸡鱼 鸡鱼 板剑 很多假动作 这个不大 这里有点分量 但是可以 又是板机 又是板机来了 这个还可以 有点分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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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有点分量 没有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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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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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玉米没钓的鱼 有动作但是打不起来 后来开耳料钓了几条鲫鱼 开始鲫鱼隔起来很大 后来越钓越小 我就想着用这么长的杆子 钓这么小的鲫鱼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就换个稍微短一点的杆子 试了一下 结果用短杆的口比长杆好很多 我用短杆钓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口真的很好 我要是一开始就直接选择用短杆钓 今天应该效果会稍微好一点 今天就是天气不怎么好 早上来的时候是个晴天 天气又暴也是说是晴天 结果来了之后又下雨了 又是刮工的 搞得它有点冷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吧